大乔啊 你看 那就是我给你介绍的小伙子 多精神呀 是不是一表人天了 那个小慧啊 你要是有事 你就先忙去把一会儿我相完了 我给你打电话吧 你也别在这儿守着了 我怪不好意思的 也是啊 我就不在这儿当电灯泡了 你们两个呀 就好好沟通 不过我还是要嘱咐你两句 你妈让我给你说 一定要温柔一点 千万千万不要大嗓子 把人家给吓跑了 人家这小伙子 条件那是相当的好 你一定要收住了 千万一定一定要收住了 走路温柔文雅一点 说话轻声细语一点 千万不要张牙舞爪的 把人家给吓跑了 这可是你第一百次相亲 你要是再不成的话 你妈就得把你赶出家门 知道了知道了 你放心啊 我一定一定一定 把她给你抓回来 不是不是是带回来 带回来 那那那那我那我走了 你也走吧 你也走吧 大哥你好 这长得帅 有钱的男人 就是和其他的男人不一样啊 高冷饭十足 太苦了 不过我喜欢 你好 我叫乔大乔 身高一米六六 体重一百六十六 我的恋爱宣言是 对面的帅哥 看过来 看过来这里的妹妹很可爱的 我去 这也太高冷了吧 这是本公主相亲无数 头一次遇到这种模式的 难道她不喜欢可爱的 喜欢郁姐的 那什么 既然你不喜欢可爱的 那我们就直接点吧 我呢 这个人 相亲的原则就是 要么就找一个 能养得起我的 要么就找一个爱我的 虽然我妈呢 经常说 这两者都很难实现 能有人要我就不错了 那个算命的也说过啊 说我这个人姻缘比较坎赫 也不知道是月老睡着了 还是怎么地的 反正总是给我介绍点歪瓜脸早 他说要是有一天我能遇上真爱呀 对方不是不正常 就是眼睛有问题 你说说 现在就算命了 她得多损呢 所以啊 我必须再给她找一个 阴振潇洒风流倜傥的男人 好好地打她的脸 还帮我一问一下 你有房吗 这是有房还是没房啊 石套 别说了 石套啊 我的妈呀 我这是要撞大运呢 那你有车吗 无量车啊 龙斯莱斯 妈呀 龙斯莱斯 那 那大哥 那以后要是结了婚呢 你又要给你媳妇 多少零花钱呀 这是 八万啊 八十万 八位数 八位呀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千万 千万 大哥 这你这也太好了 这谁要是能嫁给你 那真是太幸福了 那你看我行吗 我给你当媳妇 保准把你伺候的 舒舒服服 明明白白的 还有啊 你们有钱呀 哦不对 是经济条件好的人 是不是都想要儿子 哎呀 这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看看我 我这吃麻麻香 是你背败 一定可以给你生个大胖小子 我也觉得你做我媳妇挺合适的 我就喜欢你这样天使般的声音 魔鬼般的身材 如果你没什么意见的话 咱们现在就领这儿去吧 哼 让算命的小瞧我 这次我必须好好嘚瑟嘚瑟 哈哈哈哈 你不会这样算命的说对的吧 哎大哥你走错了 走错了 这边 哎呀 算了不管了 管的是脑子有问题 还有眼睛有问题 有钱就行了 大哥等等我 没错了 大哥 我们怎么走啊 坐啥车去啊 有司机接是吧 哈哈哈哈哈 啊